歡迎各位遠遊收看 我是你的愛情院長 李鑽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個主題就是 究竟怎樣才能讓對方想跟你去聊天呢? 因為不少人都喜歡問我 我要說什麼話題對方才想跟我聊天呢? 明明我已經說了很多話 但對方好像不想理我那樣 在我上一條影片 我已經說過了 你處於高價值還是低價值 其實是決定你的成敗的 但除此之外 另外一個死因就是 你說多過聽 當然你的確是需要說話的 例如怎樣說你的事情 怎樣令對話變得有趣、搞笑 但更重要的一點就是 怎樣引導對方投資得更加多 大家都知道我喜歡用銷售類比外媒交往 真正的銷售高手 不會像一個rapper那樣 一拿到bilibala的說下去 YO!YO! 而是引對方說出很多他自己的問題 他的感受 同樣地 在愛情上 如果你做得好的話 很多時候對方會跟你說很多話 但他們會覺得 你真是一個很好的聊天對象 但實際上可能你都沒有說過什麼 天真 在這條影片我會說的就是 第一 低手經常犯上的溝通錯誤 令對方討厭跟你聊天 第二 怎樣令對方可以想跟你聊天 第三 慢用的溝通 具色 如果你想快速學習的戀愛技巧 可以按旁邊的1.5倍速 又或者2倍速去觀看 好了 回來主題 低手蛇飯的溝通錯誤 第一個 新手蛇飯的死位就是 連續問很多的問題 你平時喜歡做什麼? 你喜歡吃什麼? 你的性格是怎樣的? 你喜歡什麼類型的女生呢? 你想什麼時候結婚的? 唉 做什麼呢? 省飯嗎? 如果你間中問一至兩個 這樣的問題 都OK的 但是當你不斷重複問對方很多的問題 人家就覺得很大壓力 嘩 這個人這麼重視啊 另外 更重要的就是 這樣你的意圖太明顯了 你這樣去狂問問題 很明顯的告訴對方 我在這裡找了辦法 令到我們對方可以一直聊天下去 這樣的話 對方去不理你 都是非常合情合理的 施主何必呢? 第二 向對方單向狂發訊 為什麼他還沒有回覆我的訊息? 是不是沒有地方給他回覆? 讓我再發另一個 讓我再發另一個 你 在做什麼? 現在還沒有回覆我的 是不是不想理我? 讓我再發另一個 你是不是不想理我? 我知道的 這個真的非常抵及錯誤 但實在太多人 不聽我的話 你沒有打開你的選擇權 一味只跟一個對象去聊天 結果呢? 結果呢? 你變得得失感非常重 眼見對方沒有回覆你 你就覺得非常不安 內心積累好多雜質 變得非常敏感 忍不住 發第二、第三、第四個訊息給對方 偏正地以為 你這樣做 就可以增加對方回覆你的機率 你壞了啊 但同樣情況 你這樣做 反而會顯出你的低價值 以及你的意圖太明顯了 你這樣做 只會令對方產生壓力 甚至反感 講到這裡 如果說中你的話 現在立即在下面給我讚好 另外 如果你還未訂閱我頻道的朋友 現在立即訂閱 以及按下旁邊的小鈴鐺 有最新的影片推出的時候 你就不會錯過了 好了 來到第二部分 究竟怎樣才可以令對方 喜歡跟你聊天呢? 很多人跟心儀對象聊天的時候 面對的最大問題就是 究竟我應該跟對方聊些什麼呢? 又或者 你很努力地去聊天 但對方的反應也是非常一般般 應該怎樣做呢? 第一 製造共同性 你要懂得在大家的溝通當中 製造一個共同性出來 令到大家的關係可以初步走近 喂 李磚 我就找不到共同性了嘛 冷靜點 冷靜點 很多人 之所以找不到溝通上的共同性 都是因為缺乏一個技巧 就是不懂得把範圍放大 又或者是宿世 什麼意思呢? 先說宿世 這件事比較容易去理解 例如對方以前在英國倫敦去留學 而你又剛好在英國住了一陣子 這時候你就可以說一些關於英國人上面的事情 例如 可能是英國人比香港人失敗很多 至於放大來說 我發覺很多人會忽視了 例如對方喜歡健身 但是你沒有這方面的體驗 那應該是怎樣去處理呢? 嗯… 這時候其實你可以擴大到一個 運動上面的範圍 然後說一些運動上面的事情 其實我也挺喜歡多人運動的 誒 說笑吧 總之你明白我的意思就行了 但是不是你懂得這個 放大又或者宿世的技巧呢 你就鎖向無敵呢? 嗯…當然不是 你有沒有試過遇過另一種情況就是 大家是有持續溝通的 有樂也有往 但就是沒辦法擊中對方的耐心 最後始終都沒辦法升溫 嗯…嗯… 原因就是第二點 你要製造情緒上的連結 當你談一些生活上的內容 例如是 你以前讀書的時候是怎樣的呢? 你平時喜歡做什麼的? 這些事情當然是重要的 尤其是你們剛剛初相識的時候 這些內容會幫你去破兵 建立某個程度的熟悉感 但後來究竟你們會走向曖昧關係呢? 還是停留在朋友以上 戀人微滿的這個狀態? 甚至只是普通朋友 關鍵點就是 你有沒有製造情緒連結? 那什麼是情緒連結呢? 最簡單的解釋就是 你們的溝通內容之中 製造到 喜怒愛樂 這些情緒出來 這種情緒連結 可以由對方去製造出來的 例如你引領對方去說 他以前死了的狗仔 那這種情況之下 就會產生哀 這種感情 亦都可以由你去製造 例如我講我的自己的興趣是爬山的 如果你很普通的說 平時自己喜歡去哪裡爬山呢? 唉… 這樣其實你沒辦法製造情緒連結出來的 因為假如對方都不是一個爬山的愛好者 他就會覺得 喂…你這些興趣關鬼事嗎? 但如果你改為講一點 我以前很畏高 因為什麼什麼的原因 我就決定挑戰自己 之後呢… 類似這樣去演繹出來 背後的心態、挫敗、成功等等的情感元素 都會能夠引起對方的共鳴 以及話題的 始終 誰不喜歡聽一些例子的故事呢? 當你製造得越來越多這些情緒連結 你們之間的熟悉程度 就會加速得越來越快 同時也不會卡住在朋友圈裡 好了 那說了很多 怎樣令對方喜歡跟你聊天呢? 來到最後一步 究竟有沒有溝通 慢用的句子可以讓你去參考一下呢? 有的有的 嘩…這條影片真的非常實用 我覺得你們應該在下面留言打 你轉世界第一吧! 第一句 為什麼你會這樣想? 當對方提供一些事情 又或者自己的想法 你可以去問 為什麼你這樣想? 例如 對方說起自己之前是 裸辭了 這樣你就可以在這個時候 這樣去追問他 其實你這樣做 是找一個方法 再深入一點 去了解他的內心世界是怎樣的 這個時候 你會比較大機會 製造到一個情緒連結出來的 第二句 我看你應該是這樣… 有時候 你有疑問想問對方 然後你不斷問… 這樣來說 會顯出你的意圖 是非常明顯的 但是如果你改為陳述句的話 感覺良好很多 譬如你可以說 我看你應該很迷短理尊 我看你的手機用日文的介面 我想你應該很喜歡日本 對吧? 猜不猜得中呢? 是非常之其次的 因為如果猜中了 對方就會覺得 嘩! 很出奇 對你的答案是非常抱有興趣 但是如果你猜不中的話 對方可能會急著跟你去解釋 以及問你 為什麼你會這樣去想 所以其實怎樣也好 對你來說也是非常有利的 そうですね 以上來說 都只是冰山一角 如果你想知道 怎樣更加有效 與對方產生互動 令到對方 情不至今愛上你 那在我的課程 愛情操控術裡面 有很詳細的講解 如果有興趣購買的話 可以參考下面 description上面的連結 最後我想說的就是 有時候可能你的硬價值不夠 又或者你的技巧不足 令你變成人家眼中的一文不值 但是不要忘記 只是人家不夠愛你 看不清你是無價之寶 但是有時候其實你應該感激你的不完美 讓你可以日久見人生 看清楚誰才是真正在意你的人 值得你去擁有 又或者 究竟誰才是不懂得欣賞你的人 需要你妖道而行 或者來到這一刻 你會質疑 為什麼上天會 抹殺你 結束你這一段 黑骨銘心的關係 是不是刻意去收起你的幸福呢 但是你給自己一些時間和距離 看清楚整個全貌 只要你振作起來的話 很快你就會發現 原來是他不會擁有現在 和將來更好的你 因此 你不要再傻豬豬地回回在原地裡 始終世界很大的機會很多 你是比你自己所想更加值得被愛的 今集說到這裡 喜歡這條短片的朋友 歡迎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和like我這條短片 如果有什麼感情問題 尤其是關於失戀 如果你要複合和如何結識異性的話 歡迎透過我的社交平台inbox我 我們下次再經過 bye